大家好,我是小慧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 血糖高不高,教会说实话 医生提醒,若没有四种迹象 那说明血糖还较平稳 高血糖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 其患病的人数在全球范围内 呈现了逐年上升的趋势 据统计 目前全球高血糖患者的人数已经超过了4亿 其中中国的高血糖的患病人数 占据了相当大的一个比例 血糖水平在升高之后 需要采取合理有效的方式来进行积极的调节 如果血糖水平长时间处于一个偏高的状态下 此时就有可能会带来各种的并发症 并且有可能会慢慢的拖垮患者的身体 对于每个人而言 大家都知道双脚是身体里的第二个心脏 这也足以证明了双脚对于健康的重要性 而糖尿病患者如果血糖水平控制不佳 就有可能会增加糖尿病病毒发展 危害是特别严重的 根据相关的数据调查研究发现 在糖尿病患者当中存在糖尿病病毒的概率大约是10% 如果大家可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就可以有效的避免糖尿病毒的出现 也可以免疫节制的烦恼 一 高血糖不等于糖尿病 许多人都认为血糖水平升高就是糖尿病 其实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 高血糖不一定就等于是糖尿病 高血糖是指血糖水平超过了正常的范围 而糖尿病则是一种慢性的疾病 它是由胰岛素缺乏或者是胰岛素功能障碍所导致的血糖长期升高的病症 糖尿病可分为两种类型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 虽然高血糖是糖尿病的症状之一 但是高血糖也可以由许多的其他的因素引起 比如是压力反应 某些药物的副作用 急性病例 营养不良或者是其他的内分泌的失调 因此如果出现高血糖的症状 需要进一步的检查来确定是否患有糖尿病 或者是其他的疾病 就经过医生的诊断才能够得到明确的答案 二 引起血糖高的因素有哪些 一 饮食不当 摄入大量的高糖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如糖果 甜点 白米饭 面包等 会导致血糖升高 之外 饮食中缺乏蔬菜水果和膳食纤维也可能会影响血糖的平衡 二 缺乏运动 缺乏体育锻炼或者是长时间的久坐 会减少体内的能量消耗 使血糖无法有效的利用 导致血糖升高 三 胰岛素抵抗 胰岛素是调节血糖的重要的基数 在某些的情况下 身体对胰岛素的反应降低 称为胰岛素抵抗 这种情况下 葡萄糖不能够充分的进入到细胞 导致血糖升高 四 肥胖 过度肥胖或者是脂肪过多堆积在腹部 会导致胰岛素抵抗 从而使血糖升高 五 慢性压力 慢性压力能够导致患者 产生一些糖皮质激素 反过来又会抵消胰岛素的效果 进而发生了高血糖 总之 饮食和生活方式方面的不良习惯 以及遗存因素 都可能成为高血糖的发病原因 因此我们需要加强日常的锻炼 营养平衡 避免过度的压力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降低高血糖的风险 三 血糖高的危害远比想象的要大 长期高血糖会损害多个器官和系统 包括心血管、神经、肾脏和眼睛等 心血管疾病是高血糖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 其包括心脏病、中风和心脚痛等 可以导致严重的后果甚至危及到生命 此外 高血糖还会损害神经系统 引发神经病变 最终可能会导致肾衰减 眼睛受损表现为视力模糊 白内障和青光眼等的疾病 严重的会影响视力 甚至是导致失眠 此外 高血糖还会削弱免疫系统的功能 使人更容易地感染疾病 并且 高血糖还会影响人们的心理健康 导致焦虑、抑郁和失眠等的问题 血糖水平升高 这会使身体的靶向器官和其他脏器的器官的健康遭到影响 所以要及早发现和治疗 对着血糖的水平有着升高的现象 一定要尽早地进行调解 医生 若没有这四种迹象 血糖比较平稳 一 脚部伤口不易愈合 正常的情况下 人们的脚部如果存在着伤口 一般三到七天之内就能够得到愈合 但要是脚部的伤口不容易愈合的话 那么就需要小心是否血糖水平升高的问题 如果双脚上的伤口一个月甚至两个月还没有愈合 脚部甚至存在了牛浓感染的问题 慢慢存在了溃烂 这种情况下 很有可能就是身体里面的血糖水平升高 影响到了伤口的愈合 甚至有可能会带来严重的糖量病毒的出现 二 脚部发凉感觉迟钝 对于高血糖的患者而言 如果总是感觉到脚部发凉 甚至存在了感觉迟钝 这很可能与高血糖有关 长时间的处于高血糖的环境当中 会容易使局部存在的神经性的病变 此时会使血管狭窄 而脚部供血不足 就会容易使双脚慢慢的失去了知觉 反应也会变得越来越迟钝 我们的双脚是身体的末端 血循环比较差 会更容易地存在着冰凉的状态 如果感觉到脚部发凉感觉迟钝 那么很有可能就意味着血糖已经不受控制了 三 脚部皮肤骚痒 长期高血糖可以损害外周神经 这被称为是糖尿病性的周围神经病变 这种神经损害可以导致逐步感觉异常 包括烧氧感 除此之外 高血糖环境下 糖尿病的患者更容易地感染 脚部是一受感染的部位之一 特别是出现了真菌感染时 烧氧常是其中的一种症状 所以如果大家感觉到自己的脚部总是异常的烧氧 也需要小心是否存在着血糖波动的问题 要及早地进行改善 四 走路出现疼痛感 长时间的高血糖可能引起神经系统的损害 特别是外周神经病变 这种神经损害会导致走路时发生疼痛感 在高血糖的环境下 血管受损的风险增加 尤其是没烧的小血管 这可能会导致逐步的血液供应不足 从而引起了逐步的疼痛感 除此之外 高血糖还可能会引起关节和韧带的问题 当致走路时出现了疼痛 糖尿病患者更容易地会患上关节炎和韧带的损伤 五 如何改善高血糖的问题 一 饮食控制 饮食控制是降血糖的关键 可以通过控制饮食来减少血糖水平 建议选择低糖低脂高纤维的食物 油 燕麦 蔬菜 低糖水果等 二 运动 适当的运动可以帮助降低血糖水平 运动可以促进身体代谢 使血糖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建议每天进行适量的有氧运动 油快走 慢跑 游泳等 三 睡眠充足 睡眠不足会导致身体代谢紊乱 从而影响到血糖水平 因此保持充足的睡眠 对于降低血糖水平非常的重要 对于一些高血糖的患者 不要太过于担心 我们应该保持良好的态度 积极地面对自己的情况 因为压力也会加剧血糖的水平 消极态度可能会形成了二性循环 加重了身体的疾病 同时我们必须相信 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 高血糖的疾病和并发症 将得到更好的治疗 好了朋友们 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见